我們說在董事會裡面一樣可以有這三個部分去思考 只是說在提案的地方我們完全去比較它跟股東會的性質 它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股東跟董事在這個會議的出席的方面 這個義務全都不一樣 我們說關鍵點就在於什麼東西 這個針對出席這件事情啊 董事是怎麼樣是義務 也就是說我們在講董事會的時候 既然董事是一定要出席 而這出席董事會是董事的注意義務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環的情況之下 這個提案這個不需要有這個提案的問題 是因為他一定要出席所以有沒有在召集通知書裡面 這個載明根本不重要 因為也不會有這個資訊權保障不足的問題 因為你既然都要來所以我可以臨時動議 既然可以臨時動議也不會有這個議案被召集權人壟斷的狀況 所以也不用有這個少數所謂的少數董事提案權這種東西 也完全不需要有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董事會的一個很基礎很基礎的一個核心 所以同學一定要檢記在心 這個部分很參考 那同學也都記的還蠻清楚的 所以那我們就繼續看 在會議的當下 我們說有出席還有議程 以及所謂的這個決議的部分 董事會裡面的議程就比較沒有什麼樣的考點 主要是因為董事會人數也沒有很多 再加上董事長是董事會的主席 那基本上我們公司法對董事會的議事程序也完全沒有規範 那這個部分完全為由公司自治 也就是說公司可能會有所謂的董事會的議事規範 董事會的議事規範 那這樣的一個議事規範 基本上也是讓董事會自行訂定 而這個也比較不會有什麼考點的原因 是因為在股東會裡面 由股東會去自行決定所謂的股東會議事規則 這邊會有一個考點是說 股東會決定的股東會議事規則 要不要把它定性為章程的問題 那只要定性為章程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的議事規範違反章程 就有可能是無效嘛 對不對 但是在董事會這邊的董事會議事規範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的原因是因為喔 董事會做的東西再怎麼樣也不會是章程 也就是說這邊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考點 也幾乎沒有考過 所以這個部分就暫時我們可以先不用考 那重點就是在這個決議的地方 我們說在決議的地方 只要是會議題 第一個會涉及到的問題 就是你決議方法要如何去選用的問題 那當然啊 一樣有普決特決 只是說我們在董事會這邊 沒有所謂的假決議這種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206條第一項 他說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令有規定外 來把整個除本法令有規定外整個誇起來 然後用明光筆畫起來 除了法條有明文規定 否則就是依照本文 那本文他怎麼說 他說董事會之決議要半數董事出席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換句話就說就是普決啦 那一樣 只要法無明文就是普決 所以同學只要在法條裡面看到董事會決議 只要他沒有講決議的這個出席數跟表決權數的話 那就一定是1 2 2這種 一定 只要法無明文的話 那為什麼董事會沒有假決議呢 那一樣我們可以從立法目的去思考嘛 為什麼要有假決議這種東西產生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說今天普決的定逐數不足 那公司可能在開股東會的部分 可能這次就留會必須要再開一次對不對 那再招開一次股東會 這個耗費的時間跟精力跟金錢很多嘛 一次要幾百萬 但是如果說今天董事會留會會怎樣 不會怎樣啦 董事會11人好不好 13人好不好 寄個13封信是會多貴 不會啊 召集時間也才7天嘛 緊急的時候還可以不用7天 所以我明天馬上就可以召集了嘛 所以留會那就明天再開啊 所以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當然就不會有假決議 所以我們說要嘛就普決 要嘛就特決 好 那特決有哪些呢 我們講義裡面有幫同學把 這個特決的部分給列出來 所以 這個在選擇題的時候會考 因為比如說他就會跟你講一個故事 比如說是 收買股份轉讓於員工這種 員工庫藏股啊 或者是股份交換等等 然後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假公司是依照 比如說過半數出席 過半數同意行資 還是說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過半數行資 那這個部分在醫師很愛考這種無聊的議題 那無聊歸無聊 醫師就是這樣 所以 盡量還是把它背起來 盡量還是把它背起來 不過呢 我講義裡面 有 我也有幫同學把 這個 前年的修法部分也增進進去 那所以 像 30頁最下面的 356-11 啊 12 那這是必鎖性公司的一些特殊規定 因為剛修法嘛 所以也有可能 特別愛考 所以同學這幾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以及 235-1 員工分紅費用化的部分 這也是蠻愛考 蠻愛考 好 大致上就這樣 大致上就這樣 其實他背這個東西 有一個方法 像 尤其是前幾項 像156啊 167-1啊 167-2等等 同學就會發現說 只要涉及到 這個 認股 或是說發新股的情況 基本上都會是特決啦 因為 認股或發新股 一方面會涉及到公司的 新的資本進來 也就是說公司的資金 另外一方面又會涉及到怎麼樣 膨脹股本 我們說 公司 尤其是公開公司 也不一定是公開公司啦 非公開公司也一樣 只要膨脹股本 就會影響到這個財報 那財報就會變難看 也就是說 對一間公司來講 膨脹股本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這個 所以 通常只要是發新股 往往都會需要特決 這是一個小技巧啦 那不過具體的部分 還是請同學 還是每個法條 每個法條去記 只是說 考試的當下 只要真的忘了 那同學就可以讀讀看 就說 只要是發新股 或許我可以猜是特決 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還是會有例外喔 只是說絕大部分都是 好 那我們繼續往後看 其他爭議問題 董事會的定足數要如何去計算的問題 要不要扣除依法當然解認的部分 那我們說大致上有兩說啦 第一說叫做實際在認說 另外一說叫做當定人數說 好 那所謂的實際在認說 像經濟部就說 董事的這個名額總數 要依董事的這個原額去計算 也就是說啊 要依依法選任並以實際在認 來把依法選任畫底線 然後實際在認也畫底線 也就是說 一定要實際上有在了 而能應招出席者以為認定 換句話說 如果是因法定當然解認 而發生缺額的話 就要扣掉 好 就要扣掉 好 但是學者說 這個要以張定人數來算 張定人數來算 他說依照201條 董事缺額時 縣公司於30日內召開 股東領執會補選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定足數要以張定 張成所定 董事人數加以計算 好 這個其實是我們涉及到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就是 這個定足數多數解的問題 來我們隨便 我們先拉回去看 剛才的206條第一項 我們以這個普決來看 他說董事決議 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 換句話說 這裡的過半數董事指的是 什麼東西 就是在解釋這個董事 舉例來講 今天公司有 假公司有5名董事 A B C D E 如果A B C D E 通通通都在認 那沒有問題 過半數肯定就是3期 對不對 問題是 如果說今天1 死掉了 或者說1 這個法定解釋 那怎樣 它就叫做過半數 如果依照實務的見解 那就是怎麼樣 這個 兩個的話 那就沒有過 是剛好一半 所以也是要三個 這樣的話 例子有點不好算 那我們兩個死掉好了 一個死掉 一個法定 以上